垂直校正 自動抓垂直 使用垂直校正字句 若上下眼磨或機頭 絕緣陶瓷板有座更換 需做此工作 A. 垂直校正字句放置工作平台位置 B. 垂直校正字句 訊號連接位置 垂直校正步驟 1. 按MANF3垂直校正 2. 做 X 與 U 軸 Y 與 V 軸 以及 Z 軸 選擇方向 第一步垂直校正方向 2. 負 X 第二步垂直校正方向 1. 正Y 按Enter Start鍵 開始做垂直校正動作 3. 走到垂直點 動作會自動停止 UV字形顏色會變成灰色 按R Enter 區域坐標5軸歸零 4. 可容許誤差範圍 設為5micron 同點位置 做確認動作 誤差5micron內即可 5. DATB操作開關 3. 關閉 備注 1. 做垂直校正動作之前 須將上機頭清潔乾淨 不可以有殘留水滴 否則會影響抓垂直進度 2. 如緊需做單軸垂直校正 請將第一步、第二步垂直方向 設為相同 預旋直方向 3. DATB操作開關 若設定為開啟 當垂直校正完畢後 會執行DATB校正 1. 手動抓垂直 火花垂直校正 使用L型字句 A. L型字句 放置工作平台位置圖 1. 放置L型字句於工作平台上 並固定後 用千分錶 校正量測平面 2. 將上下機頭水滑全關閉 3. 做X軸與U軸垂直動作 先做X軸循編歸零 按-XMANF5 循編移動 循編方向代碼 輸入2. Enter 啟動 按R. Enter 區域坐標5軸歸零 4. 呼叫火花叫膜 加工條件 若AC POWER PW等於A01 若DC POWER PW等於D01 ON等於1 OFF等於15 AN等於1 AFF等於15 SV等於50 FR等於10 WF等於5 WT等於10 WL等於0 此為直徑0.2銅線 故WT等於10 若使用直徑0.25銅線 WT等於12 5. 按MAN 送線 放電 EDPOS 送加工能量 6. 移動X軸與U軸 使用JACK中的ML或L 6. 使火花平均出現於L型字句上 同時並記錄U軸機械作標值 7. 將U軸機械作標值輸入資料中 按F3 垂直校正 尋找U軸垂直點資料欄 做修改動作 8. 做Y軸與V軸垂直動作 重複步驟3到7動作 將X改Y U改V即可 備註 移動至垂直 UV點輸入欄 按C鍵 可回到上一次記錄的UV坐標位置 REEN TUNE TUN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